市长陈局21号和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以及副市长陈启玉等人 一同到陵园区的凤云宫参拜祈福并且发送小红包 陈局表示陵园区的居民长期饱受污染之苦 那么市府只有大力投入渔港道路还有绿地的建设 才能够还给陵园父老一个公道 市长陈局与民进党主席苏贞昌抵达陵园区凤云宫时 受到乡亲热烈欢迎 陈局苏贞昌向乡亲们拜晚年并且发送12年小红包 所取的民众大排长龙 陈局表示陵园地区长期忍受污染 市府对地方父老感觉有亏欠 但市府对陵园地方的建设始终不遗余力 除了一项外国人出面了 原则全国人有其他国家的另一个人 市府成为租村企这位民众大辈的 所以华贞昌抵达离 为了与民众大辈的 政府为了与民众的 陈局表示为了回应居民对市府团队的支持和期待 市府在林园大力投入渔港道路绿地等建设 促进地方发展 随后陈局与苏正沧海进入凤云宫 向天上圣母祈求市政推动顺遂 市民安居乐业和家健康平安 港中新闻彭冠一财同报道